所以待会儿我们做的时候是很简单 我们会左右眼睛交叉以后 在这个地方反射回来刺激松果体 刺激的松果体再把光聚在大脑阵中 有一个穴位叫泥湾宫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放光以后 到头顶打开摆慧 摆慧是双耳到这样的一个连线 耳间的一个连线 鼻子这样往后脑的一个连线的十字交叉点 然后想着这儿有两下门打开中间那个光瓶儿 一下子连通到宇宙的天心的中心去 然后宇宙中心的光在窗下来 甚至这个摆慧进入宇宙宫以后 甚至身体正中央直线下降 通过慧音然后连通地球的核心 慧音在肛门的前面的一个穴位 一旦到地球中心以后 这个地球中心的光会顺着慧音上来 顺着身体中脉上行 在宇宙宫这个地方和天的光在这儿放假光 教会在人其放光 那么当这灵也放在我们的身体 就像这样的一个光球 然后让它经过脑缝中间的缝隙里面 有三个空间洞房 明堂出来在天末的地方悬挂于了明月 这是一个剖面解剖图 这样的把头脑切开的一个剖面解剖图 那么今天我们通过剖面解剖图看到大脑的中缝里面有三个空间 中国古代把它称为尼湾 明堂 洞房 天墓 所以这个光珠 顺着这个出来在自己的额前这个地方悬挂着 像一轮圆月一样悬挂着 所以在这种测试图的额图 从森林看起来 你能够看到中国人说有三个空间的额图 在中心的额图 叫尼湾 它是一个地方 我们需要顶尼湾的灯 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到东方明堂 然后到第三个空间 当它在这儿悬挂的时候 你闭着眼睛 你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的亮 你以为是灯光 失去灯在那里 然后它就是你自己的很亮很亮的圆月亮 然后你需要在这个地方调自己的呼吸进入一种睡眠状态 然后慢慢地就感觉自己没有了 教室也没有了 只有这一轮很亮的圆光存在 然后慢慢地就感觉自己没有了 教室也没有了 只有这一轮很亮的圆光存在 所以那你就在这个地方大概要待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用自己的心和意念 让它顺着大脑的中缝进去大脑正中 尼湾宫 所以用一个意志地移动 把整个月亮的圆月转到你的三个眼睛 进去大脑正中 尼湾宫 然后进去尼湾宫以后呢 然后会变成一个光球放光 把上下前后左右 领导墙的不好的气通通开出尼湾 所以这些光球放在中心中的脑中 我们叫尼湾宫 这边它会变成尼湾宫 然后在这里 它会变成尼湾宫 然后任何东西在脑中 你的头 这些弱的能力 都会变成尼湾宫 然后再让这个光缩小 变成一个小光珠 兜叠大小的光珠 顺着身体的正中央下去 到胸膏上面 所以这些光组在尼湾宫的尼湾宫 让它转移到达宫 那么你可以关着这个光下去 用花开成一朵很美丽的花 花上面有一个蜡烛 然后用自己的左眼右眼看它 用念头让这个蜡烛着起来 所以用这个灯的灯 让它变成一朵的花 然后用这个蜡烛 用这个花可以是太阳花 也可以是莲花 也可以是你喜欢的任何的一个花朵 然后这一盏灯会分出四盏灯在胸腔的水平面 在胸腔里面的前后左右 各有四盏灯 加中央是五盏灯 在胸腔里面有花拖着它 然后点燃起来 所以这种花朵和这种花朵 你需要把它复制成四盏灯 四盏灯 花朵和灯 在前面的灯 在前面的灯 然后想着五盏灯放光的时候 把胸腔冲开 里面的不好的气 血气 怨气 恨气 各种各样不好的气 统统排除体外 这种灯灯 在内容中的灯 使用这种灯灯 来映出 让所有的灯灯 违离 那些灯灯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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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灯灯 从身体内 中央的灯会呈现黄色的颜色 前面是红色 后面是紫黑 左面是绿色 右面是白色 所以中央的灯灯 其实是红色 前面是红色 背面是红色 背面是红色 左面是红色 右面是红色 右面是红色 然后呢 这个灯 从今天开始 就不要再燃掉了 所以从今天到来 这五盏灯 让它灯光 永远 不要让它灯光 然后呢 你收五盏灯的光 光最后聚成一个光铺 是透明色的一个光铺 然后把这个透明色的光铺 送到心脏里面去 送到心脏里面 在心脏里面 像太阳一样光光 在心脏里面 在心脏里面 这个光铺灯的光铺灯 会显得像是红色 从红色到外 就像 早晨太阳 冲破无云 散的那个光 光光弯射的那种光 就是透明的光铺 就变成红色光铺了 需要移到胸盆上的上段的真中央 有一个红花把它拖出 这里面画过住这个红光铺 在那个红花的现儿里面 所以这个光铺灯是从心脉 在心脏里面 移到心脏里面 然后它会将生成花 在吸引探出这红光铺 这红光铺终出了心脏里面 所以因为这红光铺出了心脏里面 所以整个光铺灯是由心脏里面 在心脏里面 然后 Yen Rok De is about red light 然后他在中央放光的时候 把自己的整个的肺 还有整个的喉 整个的双肩 双手 大脑 整个头顶骨 都把它放光 照红光 红明亮的光充满 把整个所有的不好的气 都看出来 所以这个红光明亮的光明亮 它在上面 所以这红光明亮的光明亮 所以任何的肺炎 从上去到上去 就是我们的肩 我们的心 我们的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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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把光明亮 然后再想着这个红光猪 穿过胸膏 穿过胸膏 到胸膏的底 顶部 然后有莲花 有花像下开 这个在花的心中 Visualize this ball of light penetrate through the flower until the lower abdominal where there's another flower facing downwards holding the ball of light then it will shine downwards 然后这个光像太阳光一样 向大地一照 照自己的肝 胆 脾胃 胃 你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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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肌肉 都会把光明亮到上去 那女性的照明一下子宫和卵巢 那你自己腹箱里面有什么病 可以定向的用这个光去特意的照明一下 使那个病道区的那个黑气 病气都排到体外去 那么再往下照自己的骨盘 两个大腿的髋关节 大腿骨 膝盖骨 小腿骨 进行霜出 从你背部的肌肉 到你的脊 腊肌肉 到你的脖子 到你的肌肉 到你肌肉 到你的肌肉 到你的肌肉 然后再来观自己胸部门那个红光 红太阳 红太阳复制出一个红光珠 顺着身体正中央下去 在肚脐和命门的连线的中央停住 就是这个地方 肚脐和命门的连线的中间停住 停住以后它按照右后左前的方向高速旋转 最后快速地变成自动化的 快速转 然后让它转向右后 然后继续转向下 男的向下关前列线的地方 女的关子宫口的地方 然后有液化气一样的那个 gas 的火 红蓝色的火块升起来 所以我们需要观察一下 女的关子宫口的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观察一下 女的关子宫口的地方 需要观察一下 你需要观察一下 你的肚脐和命门的地方 里面有一个变化 然后火会开始变化 然后在这里 你的肚脐会开始变化 这个球转的时候带动风 使能够火更加冷却地燃烧 如果它热的时候 让它往两腿膝盖 往脚底板热 如果它开始热 让它开始热 让它从你的肚脐到你的肚脐 然后关着这个红光珠的旋转 旋转 旋转 眼睛看耳朵听 而仪式生意 都在于一个红光珠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观察一下 这些肚脐 继续转 你需要移动你的视线 右眼睛 右眼睛 两个的眼睛 与你的眼睛 与你的眼睛 然后你的眼睛 回到红光珠的光 然后把毛孔打开 宇宙四面八方的能量 上下左右前后 都聚在红光珠的形式里面去 在这个时刻 开启开所有你的肚脐 让所有的能量 通过全宇宙的宇宙 将你的肚脐进入光珠的光珠 在关着下面的火 熊熊燃烧 然后继续观察一下热 继续烧热 这个时候会放一点音乐 带动大家 然后大家就在这个状态里面睡过去 在这个时刻 你开始睡觉 然后自己就消失了 教室也消失了 什么都不存在了 然后它下面会自动的变化 在这里 内部的肚脐 你的肚脐进入会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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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